大家都知道猫跟狗对主人有绝对的忠诚度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把猫狗当宠物来养 那肯定没有人测试过鸟 鸟类对于人类有没有一定的感情 今天在我朋友的配合下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现在开始 现在我已经把贝贝关到鸟笼里面去了 我会稍后躲起来 然后让我朋友把鸟放出去 看一下它是不是去找我 或者说直接飞走了 或者说自己在地上玩 我们来试一下 就能证明鸟对人类到底有没有感情 为了防止出意外 我们启动了B计划 这是我用了十年八年的口哨 等一下假如它飞丢了 找不到我的情况下 在一定的时间之后 我会吹口哨来召唤它 OK 现在开始 贝贝 我要走了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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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我继续往前跑 它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我了 到这上面来吧 这样它根本看不到我 距离有点远 试一下 一只喜鹊 好 一只喜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飞出来找我了 真棒 现在带它过去 完全没有启动哨声 其实我的内心还比较慌张的 因为毕竟是在这种陌生的环境 它第一次来 加上这里有很多野喜鹊 野喜鹊很容易追它们 它会害怕 非常棒 现在在手上非常的老实 好了 今天在外面跑了一天 刚回来 回来看一下贝贝 这换毛换得丑暴了 换的我都不好意思 拍视频拍出来给你们看 这颜值已经跌到谷底了 太丑了 下一个 一般的鸟它每年都会换毛 八哥也不能意外 现在换毛 你看这个色差很大 头上已经开始长鱼管了 估计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受不了 再有半个月 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太丑了 这个乌鸦 八哥 乌鸦 八哥 恭喜 八哥 你是乌鸦吗 八哥 你是乌鸦吗 小乌鸦 上来 过来 来 非常棒 它最爱玩纸巾了 我发现 如果你放一圈纸巾放在这 它能一会儿把它全部扯完 特别繁殖季节 它可能去拿去坐窝去了 哎 飞出去了 哇 这翅膀都没长齐 飞哪儿去了 完了完了 飘掉了 飞走了 飞走了 到现在都没回来 玩大了吧 喝灰出去玩 过来 走了 爬上来 喝灰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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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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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灰 带灰灰 来一个带跑起飞 走 太乖了 太乖了 这个文雀 又回来了 吃完食物又在喝水 但是它现在很怕人 飞走了 这也成了一个走地机了 这也成了一个走地机了 你往哪儿走啊 过来 行 你比较屌 我走 灰灰 再见了 你不是很屌吗 我还以为你不过来的 这个灰灰灰不得了 在笼子里面根本都待不住 你只要给它关在笼子里面 它就闹笼 哎 再给它弄一只 回来 给它做伴吧 灰灰 我还以为你不过来的